朋友们 临跑C01的价格可以说是基本上已经名牌了 因为这个视频会在9月20号它上市之后发布 所以我就不做具体的价格预测 只给大家比较一下它的一些竞品车型的售价 深蓝S203 它的增程版起售价格145,900 还有一个跟它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大小的起源A07 它的预售价格158,000 所以你们觉得临跑C01增程版会卖多少钱 我们今天结合它的新车给大家讲讲临跑C01 增程版 第一眼看到临跑C01增程版可能以为它没有变化 因为它唯一的细节变化就是前面多加了这些洞洞 它叫时空胶囊的一个设计元素 其实是为了给它增程器散热的 没错 外观上变化真的是微乎其微 但是接着往侧面看 这台车我们讲它的国民性格 讲它的售价息相关 其实就是它的尺寸 中大型的尺寸 车长5米05 轴距是2米93 这个体格子在这个级别确实是非常具有空间的一个优势 因为你要比一下雅阁的话轴距才2米83 车长才4米9 但这个车真的是非常之大 所以叫它中大型 然后侧面的一些变化在哪 你看这个轮胎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EV专用的静音胎 里面的卡钳的位置其实跟纯电版是有区别的 因为它加了增车器之后 前面整个机舱塞满了 整个前悬架都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调整 然后卡前也从后置变成了前置 然后里面的结构也是有调整 但是要说领跑非常良心的地方在哪 这个级别的车你用的是前铝制的双叉臂 后面的五连杆的悬架 比起筷子悬架 这个太有诚意了 侧面可以看一下 这个车真的坐的是非常的流畅 侧面的大溜背 造型是非常的柔美的 我们可以来尾巴来看 然后有人觉得因为奇弯107是大仙辈 这个车是一个三项车 开启方式在这 打开以后 它其实我觉得造型好看 其实也要兼顾实用 这个车就是非常实用 它的后备箱可以说是在同级里面非常领先 做的很平整 然后开合我们取物也是比较便利的 这样一点是领跑这个车 这个品牌 领跑这个品牌都有的一个特点 就是实用性很强 然后既有好看 要实用 这才是很重要的 这是整个领跑C01增程版在外观上的所有变化 很有限 但是我觉得依然是它整个车的一个特点的存在 来 朋友们 谁说这个无框车门是15万级别才有的配置 14万 你也能拥有 这就是领跑C01最大的诚意了 无框车门都安排上了 而且你看 因为它是增程版 有增程器的存在 噪声的抑制 前排都是双层的夹胶玻璃 最要命的是前面这个大风档 也是夹胶玻璃 这一点它比起源做的要好 起源是一个单层的5毫米 但是它是双层夹胶玻璃 具体的静音表现 我们到路上开一下再给大家介绍 今天我们这台车呢 是316公里的那个长续航的增程版 可以看一下15万级别的一个车 它的配置能够卷到什么程度 刚刚跟大家说了无框车门 那实际上它有四门电子的内开 这个配置还挺卷的 三块屏幕的芯片呢 815的芯片已经配上了 算力是足够的 这里面还有领跑自研的一个 零星零一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的芯片 然后自动驳车呀 还有我们平时使用的一些日常的巡航啊 都是配备的 这些基本的功能 我觉得这家车是比较完备的 怀挡啊这都有 然后整个顶屏呢 也是这种几批容的材质 材质还是比较考究的 15万级别 之前想都不敢想 我以为这个车没有老板件啊 它老板件坐在这里 这时候你的副驾就能够进行来回的移动 这些都是之前二三十万级别才会有的配置 但是领跑15万块钱就给你做到了 这个座椅你看一体式的座椅 要说的是它的整个音响系统 现在是12个扬声器 阿加米斯的一个调音 大家记住这是音效啊 它用的扬声器 加上这一套音效之后 3D的影音体验 这台车也是能够做到的 这些体验都是之前这个级别没有 但是领跑C01带来了 领跑C01的增程版也同样配备了 如果你做过沃尔沃的S90 或者奥迪A8这样的车型啊 坐在它后面这个位置啊 它叫老板位啊 非常的显尊贵 但是那些车的售价呢 Walwood SUV都要40万起步 A8更贵啊 这样的时候 15万也能满足你这个需求 你能相信吗 你看这时候我的座椅是 能够往前电动调节的 它还能往后调节 这台车刚刚说了 轴距是2米93啊 非常宽裕的一个空间配置 前排那有老板位 我甚至在这还发现了 你看这也可以控制前排座椅的一个调节 这个位置可以说是非常的尊贵啊 用来做商务接待 这台车都OK 当然今天我们还在场地试驾了一下 领跑C01的增程版啊 主要是有三个科目 一个是0百加速 一个是百零制动 还有一个过颠簸路啊 在0百加速呢 我们测的两个成绩 一个是8秒6 我们车上有三个人 在有两个人的时候呢 是8秒4 官方给说的是8秒2 百零制动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的整个制动的距离还是蛮短的 给人的信心感还是比较足 另外呢 在过颠簸路的时候 这台车的悬架其实还是蛮有诚意的 前双叉臂 后多连杆的这个配备 在同级里真的不多见啊 支撑是足够的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 它的整个避震啊 可能会有些偏异 但是我觉得无妨啊 这个车有一些操控的乐趣 对于一个后期的设计来说 更加的能够兼容更多人的需求吧 这其实也是它的一个常处了 有句话说得很好啊 买车选领跑 价值有参考 有人觉得我在打广告 其实不然啊 这就是我开头讲的 领跑这个品牌的性格 这一整套的硬件放在一起啊 如果用成魏小李 价格要至少翻一倍 如果换成BBA 至少要翻个三倍啊 那这时候就是领跑401 增程版 它的意义所在了 最近有一个热点事件 李佳琪的79元美比啊 其实不是说我们花不起79块钱 而是说我们这个社会 是存在贫穷和富贵的 那79元的美比 有人觉得是我们工资不够多 但是有些人一辈子 可能都没有用过美比 那今天我们体验了 领跑C01的增程版 有人可能一辈子 没有体验过A8尊贵的后排 也没有体验过增程的乐趣 那C01增程版 用15万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价格 就能够满足更多人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这台车 其实它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 时间五分成为 那么多人 其实心如常三分之后 每个人都很有弄的 看到人是有相同的 在我身边的美好 wonder 就能够好感想 这之前是有意味的 感谢观看